很久,十年免費教育的出現 其實是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 但是呢,到現在為止 我們是擔心多個 我就和業界的朋友 都是做了多次的磋商 就覺得我們都要將這個情況 向師長、向局長 稍後我會再和局長 和有關委員會的成員 去進行磋商交流 甚至免費教育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聽到的一些情況的話 它有可能根本就是 會是令到我們的甚至免費教育 是沒有辦法是健康地 還有是有質素地繼續發展 第一,就是對於家長來說 是不是真的免費呢? 全日制的幼稚園當中 現在是說他們可能仍然要給費用 這個我們覺得是很奇怪的事情 第二,全日制的幼稚園的營運 能不能夠健康地繼續進行呢? 如果現在傳出來的說法就是 資助會以半日制為標準 如果全日制的幼稚園得不到一個適當的認可的話 我們很擔心 那個結果呢 是全日制的營運 將會陷入一個相當大的困境之中 第三個問題呢 是現在講的津貼的模式呢 就是用一種一不過撥款的方式 就類似社會福利機構過去十年裡頭那個模式 而這個模式 我們已經在社會福利機構裡頭看到了 是那個惡果 是那個副作用非常之嚴重 就是壓低社會福利工作者的薪酬 還有呢 甚至乎高層的一些管理人員呢 都要可能去撤退 我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之不可接受的 所以我們呢 是要求呢 是一個有競爭力的薪酬 我們呢 要能夠反映到連資 和他的資歷 這個薪酬結果 簡單來說 應該有一個薪酬 薪酬表 這個薪酬表應該是強制執行的 就算了 這個薪酬表應該是否 就算了 在這裏 有一個薪酬的薪酬 這樣薪酬